北京时间7月27日消息,澳大利亚乒乓球公开赛进入第二日的赛程,就在刚刚张本志和4比3祭拜陈建安晋级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比赛中陈建安一度在第6局拿到赛点,以及第7局9比6领先,但是他却没有更进一步,被张本志和完成逆转。 本场比赛前,两局陈建安发挥得很不错,但是随后张本志和加强进攻发挥两局,之后两人进入了拉锯战,张本志和一度取得第5局的局点。 但是陈建安连续得分,强势逆转,此后陈建安一度拿到赛点,可是第6局,第7局将本志和军在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。 比赛开始,陈建安率先发力拿到领先,之后两人持续得分,陈建安10比7领先后,张本志和连得2分,陈建安顶住压力,以11比9先胜一局。 第二局比赛开始,两人战至5平,关键时刻陈建安连得2分,以11比9再胜一局。 第三局比赛开始,两人战至2平,之后两人持续得分,将本志和以11比7领先回议程。 第四局比赛张本志和打出5比0的开局,之后以11比6再胜一局。 第五局比赛开始,两人战至4,8平,之后陈建安在10点11分的情况,下连得3分,以13点11分打下这局。 第六局比赛开始,张本志和连得6分,陈建安回进4分,张本汉停,暂停回来陈建安连得4分。 两人战至8比6,张本志和追至8平,之后陈建安一度10比8取得赛点可以张本志,和12比10强势逆转。 军胜局陈建安一度9比6领先,但是最终张本志和11比6强势逆转拿下比赛。 在今日稍早的时候,许欣苦战6局击败日拼有言大梦,许欣在这场比赛中的发挥,只能用一般来形容。 但是他通过自己积极的临场调整,还是取得比赛的胜利。 有言大梦的最高世界排名是第250名,但是他发挥的还是不错,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勇于展开进攻,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 许欣丢掉的第4局,就是达得有一些保守。 本次公开赛有许多世界名将,纷纷在首轮就遭到了淘汰,他们大多都是因为准备不足或者趁有绞尽心灵而输掉比赛的。 期待国庭能在本次公开赛中取得好成绩。 稍晚的时候还有刘诗文顾玉婷的内战,以及刘丁所和余子阳的比赛。 届时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。 感谢您的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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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